据观察者网消息,当地时间4月15日,白宫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对外宣称,以色列在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帮助下,抵挡了伊朗的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而伊朗则被削弱。 七国集团将对伊朗导弹计划和其他项目实施新的多边制裁,同时表示,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同以色列站在一起,对此外界褒贬不一。 从各国的反应来看,白宫官员口中的很多国家貌似并不真实。 第一,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大量加沙地区的真实影像资料在互联网上传播,诸多的反人类、反人道罪行,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暴。 例如,在2023年10月31日,波利维亚政府宣布,考虑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犯下罪行,波利维亚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同一天,智利对外宣称,鉴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了令人无法接受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智利政府决定召回智利驻以色列大使。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也公开宣称,已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紧接着就是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礼巴嫩、约旦、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等国家,开始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 虽然目前没有断交,但是两国关系并不友好,例如当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远程空中打击行动,野门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针对以色列船只进行拦截等等。 而日本、乌克兰、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捷克等国家则选择支持以色列,一定程度上大部分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都是西方阵营或者说是美国的附属国。 例如日本、乌克兰等国家,本身在国际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都更倾向于听从美国指挥。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他们的理由多少有点站不住脚? 例如在巴以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美国就开始大力支援,出钱出力调集武器装备,连夜送往以色列,根本原因则是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 确保美元和石油的绑定关系维持稳定。 同时有消息称,仅在拜登县政府中,就有十多位举足轻重能够影响美国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影响世界的高官。 例如财政部长耶伦,司法部长加兰,国土安全部长马亚尔卡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恩等人都是犹太人。 他们在支持以色列这件事上立场鲜明,存在民族倾向的可能。 最后个人认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大部分是处于利益考虑,而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则是从人道主义出发。 两者出发点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 一定程度上,以色列袭击难民,袭击联合国救援机构,袭击学校,医院,大量杀害儿童等等行为,都已经触犯了人道底线。 只不过,相对于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而言,这些平民的死亡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以色列的崩溃,则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 所以即便是美国国内反对声音,此起彼伏,白宫也会硬着头皮支持以色列。